我和苏文婉结婚十多年了,一起从校园走到婚姻的殿堂,在我眼中,她端庄美丽,身材风鱼,是模范的贤妻良母,但一次无意间的试探,我发现了她龌龊的秘密。 为了报复她,我竟然躲在柜子里,偷拍她和我的好兄弟,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,永远不要以为原谅了对方,就能换来对方的老实本分,就拿我自己举例,长跑十多年,看在以往的感情,一次次原谅,让步,结果换来的反而是责怪和怨对。 我和苏文婉是高中同学,一个班同桌的那种,那时候,全班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,就是苏文婉,因为她在全班女生当中,发育得最好,校服都遮掩不住她凹凸有致的身材。 那时候,苏文婉听男生讲个黄段子,都会脸红,我们从一开始的打得闹闹,互相抄作业,做饭搭子,上下学一起回家,到后来,彼此试探心意。 整个高中三年都在爱美期度过,就像一部恋爱喜剧,巨库的那种。 我有时候在短视频刷到偶像剧推荐,都在有画面感,比如,男女主约定一起上同一所大学,考上了,我就答应做你的男朋友,女朋友什么的。 当年我和苏文婉也干过这事,后来真就一起考进了同一所号大学,捅破了窗户纸之后,顺理成章的在一起,彼此都是对方的初恋。 在别人眼里,又甜又腻,后来大学毕业,找工作,见家长,一起结婚,流畅的一气呵成。 谈了这么多年的恋爱,彼此家长早就知道了,时间到了就结婚生子,我也没什么遗憾,一生一世一双人也挺好,身边同学朋友总说我老土,老传统什么的。 因为大家都觉得,玩够了再结婚才够本,但我不这么想,和苏文婉过好日子,比什么都重要,所有的一切都特别美好。 就像是戏剧啊,小说啊,电影里描绘的那种特别圆满的爱情,我特别知足,哪怕我们结婚一两年了,一直没能要上孩子,我也没多想,直至有一段时间,苏文婉出差,家里经常没人打扫。 我又是个图审室的性格,就请了个保洁阿姨来家里打扫,结果,保洁阿姨在卧室里,翻出了一瓶吃了一半的长孝避孕药,问我这东西还要不要。 当时我看到这玩意,人都梦了,心想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。 保洁阿姨说,这瓶药是给书柜清灰的时候,在书后面发现的。 一听这话,我就知道这瓶药八成是苏文婉买的,因为家里的书柜一直是她在用,专门放一些美妆杂志什么的,平时我都不会去管。 当着保洁阿姨的面我不好意思说什么,让她把东西留下,打扫干净后就结账离开了。 我拿着药瓶翻来覆去地看,还专门上网搜了一下,这东西比紧急避孕药的副作用要小,但还是有,会引起月经量增加,时间延长,更严重会引起必经。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,确实,自从结婚后,苏文婉的月经时间就变得不太正常,我还以为是夫妻生活过于频繁了,刻意禁欲了一段时间。 没想到,是因为她吃了避孕药,关于婚后要不要小孩的事情,我和苏文婉早就商量过了,之前我就说过了。 如果她有顾虑,那孩子的事情可以缓一缓,或者不要也行,到时候,我甚至可以帮着一起说服双方父母,反正我俩都不是独生子女。 如果她想要小孩,那我们这几年就会辛苦一点,但生活也会更有意义一些。 而苏文婉的回答是,她想要小孩,那天我们疯狂一晚,她在我怀里温存的时候,还在畅想以后的孩子要叫什么名字,以后长得像谁。 但我没想到,她竟然一直背着我偷偷吃避孕药,直至这个阶段,我都没往出轨的方面去想。 而是在担心苏文婉是不是有什么顾虑,比如,心里其实并不想要孩子,但看在我面子,才刻意迎合我的。 我心里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,夫妻俩这么多年都过来了,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开的解决。 因此过了一段时间后,我就把这事给忘了,直至苏文婉出差回来,又提起了这件事,老公,你是不是动我书柜了? 她说这话的时候,表情是目着的,我正吃着饭呢,脑子一时间没转过来,下意识就说,没动啊,隔了一会,我才想起来,在苏文婉出差的时候。 保洁阿姨动过,还搜出了一瓶避孕药,就这么一两分钟的功夫,就让我起了疑心,家里救我俩,她放书柜里的避孕药,要是不见了。 只能是我拿的,那她问的应该是,老公你拿我避孕药了,或者找个话题,跟我正儿八经的聊这事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鬼鬼祟祟的试探,问我是不是动她书柜了。 我这人性格就是这样,一有一律,就非弄清楚不可,于是我反过来试探道,是丢什么东西了吗?等我吃完饭,帮你一起找。 苏文婉的表情明显有些慌张,尽管她以为自己演示得很好,但还是被我看出来了,不用了,就一本杂志而已。 你笨手笨脚的,到时候又给我弄乱了。 如果她老实承认有避孕药,那我还能理解,但她一撒谎,我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了。 而且,她出差回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回来找避孕药,怎么看都觉得有些可疑,我干脆就把这事点破了。 反正她过会去翻书柜,找不到避孕药,肯定也清楚避孕药是我拿的,把来龙去卖解释一遍后,我没有替苏文婉找理由,而是直接询问她,这瓶避孕药是怎么回事,这我闺蜜的,因为她就要跟男朋友结婚了。 但她不想要孩子,所以就把避孕药放我这边藏着。 别人这两天准备吃药了,你别闹,快把避孕药还我。 这借口实在是太拙劣了,我十分干脆地问苏文婉要她和闺蜜的聊天记录,也不看别的,就看关于避孕药的关键词,苏文婉说没有, 这些事都是她们当面聊的,所以没留下聊天记录,话到这边已经说死了,苏文婉饭都没吃,摔筷子就回卧室了,晚上还跟我呕气,说我怀疑她,一方面我心里确实有怀疑, 另一方面,我也不舍得让苏文婉生气,只能压抑着心里的不快,去哄她,这是当然不算完,我要是不弄清楚,一宿都睡不着觉。 等到苏文婉睡着了,我用iPad打开了同步,因为她的iPhone账号和iPad是一起登录的,但iPad一直是我在用,所以就没开同步,打开同步之后,我用账户记录的账号秘密登录了她的社交软件, 其实我也不是想窥探她什么隐私,只是想搜一下关于避孕药的关键词,但打开聊天记录后,我点都没点开,就里面出现的各种未读消息,就让我差点原地爆炸,苏文婉有个喜欢彩妆的小圈子,有不少同好网友,这是我是知道的,但我没想到,她一直跟网友宣称,她是大龄未婚的单身美女。 而我只是一个不配拥有姓名的渣男,这些还算好的,但当我看到她和那些男网友的撩骚记录后,整个人都差点崩溃了,以亲爱的互称就算了,还拿我的钱给对方买表,买奢侈品,甚至喊别人爸爸,我自己都没有这种待遇好吗? 有时候人就是犯贱,我明知道继续看下去会让自己更加痛苦,但我还是忍不住继续扒,以前从没想过要查她,真要查起来,却发现她根本经不起查。 一看帖子,或者各种社交软件的发帖时间,以及聊天时间,我发现苏文婉在婚前就有这种恶习了,一开始还是小头小摸,在短视频博主评论什么老公好帅,裤子直接飞走了。 这要是在我旁边,今晚你死我亡,到后面,她开始跟各个言之博主私聊,话题都不堪入目,我在阳台抽了一晚上的烟,根本没心思睡觉,哪怕知道老婆出轨,第二天早上还是得继续上班,忍了一天一夜,晚上下班后,看见她还在跟我呕气,我实在憋不住了,直接把话说开了。 但我没想到的是,苏文婉当场就炸毛了,网上随便说说的你也信,要不要这么老土啊?我们都结婚多少年了,你宁可信这些,都不相信我。 告诉你,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了,就冲你这质问我的态度,就足够让我生气了好吗? 什么叫我出轨了?告诉你,我不是你的私人物品,更不是你的附属品。 我们是结婚,不是卖身。 看着她怒气冲冲的模样,我突然觉得十分荒谬,明明是她的错,但她似乎打心底觉得,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 最后我们大吵了一架,苏文婉直接摔门离家,临走前哭着说要回她妈那告状,我说你要是好意思,跟人说你就尽管去高,没人拦着。 她不吱声,直接就摔门走了,吵了一架,把怒火发泄出来后,我逐渐冷静下来,以前我们也不是没吵过架,一般最后都是由我去哄。 这次我仔细想了想,觉得闹到父母那场面也不太好看,如果真的是我误会了,那确实尴尬。 如果苏文婉出轨了,我们就说开了私下处理,毕竟我爸妈那么大年龄了,实在不想让他们再为这种事情操心,于是乎。 第二天,我提着两箱牛奶和水果,开车去岳母家,打算想办法,先把苏文婉接回来再说。 结果到了他妈家里之后,人一脸猛圈地说苏文婉根本没回过家,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, 感觉心脏像是背手攥住了一样难受,但表面上还是随便找了个借口,把丈母娘给搪塞过去了,下楼回车离后,我给苏文婉打电话,问她在哪儿,她说她在家。 然后,我听到她身边有洗澡冲水的声音,我说那行,我现在就在楼下,让她下来见一面,苏文婉肯定说不见,我说她要是不下来,我就上去找她, 这时候她就急了,让我好好待在楼下,她马上就下来,挂了电话之后,我直接开车进地下停车场,在富一楼的电梯附近等着,果不其然,半个小时后,苏文婉回来了,她打算偷偷从地下车库回家, 我当时就直接抓了个正着,然后我俩就又开始扯皮,从避孕药的事情,说到聊天记录的事情,苏文婉又炸毛了,特别特别生气地,说我不尊重她的隐私,还说我老土,都是网友之间聊些梗,开一些车什么的,总之说来说去,苏文婉的意思就是,她没错,我干脆就不提之前的事情, 问她电话里洗澡的声音是怎么回事,不回家偷偷摸摸在外面做什么,她说她不高兴了一个人在外面喝酒,洗澡声音是厕所里抽水马桶的声音,我实在受不了,她把我当傻子骗了,当即就呛了她一句合着你家的马桶,是当花洒用的,苏文婉受不得气,当场扭头就要走,我也很生气,一把拉住她, 说有什么事当面说清楚,别动不动就逃避,结果由于用力过大,把她封衣的扣子给扯开了,随后我看到了极其震惊的一幕,她里面就穿了一件黑色尾丝内衣,特别花哨,特别充满诱惑,至少我以前从来没见她穿过白嫩的胸口,除了深邃的沟壑外,还有几个特别刺眼的草莓印, 真的,我人生中真的体验到一瞬间回忆起无数件事情的状态,那种感觉就像是受到刺激之后,以前忽视的,埋藏在潜意识里的记忆,一下子全都涌了出来,以前她不喜欢穿高跟鞋,现在咬牙也要穿,以前她不爱化妆, 现在宁可早起几个小时也要打扮,以前她说我身边的人都是良师异友,现在她觉得我身边都是狐朋狗友,以前她天天分享自己的生活,现在都不主动发消息,明明职位没有变动,加班和出差却逐渐增多,最后,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,哦,原来她是真的出轨了,我们两人在停车场僵硬了, 大概得有好几分钟,苏文婉猛地一扯衣服,我才回过神来,她什么都没说,扭头就跑进了楼梯道,而我也没追,就站在原地,剧痛之后,就是没完没了地扯皮,这下都瞒不住了,双方的父母,朋友都会掺和进来,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,苏文婉哭哭啼啼,说是知道错了,不停地跟我说对不起,然后爸妈说, 小年轻犯点错误,难免的事情,她那帮闺蜜不停地在旁边数落我,说我平时冷落她,对她照顾的没有以前怎么怎么好,所以她才会出轨,当时我居然还真信了这一套, 后来想想,才发现,她身边闺蜜,每一个三观正常的,都是参加工作的成年人了,结婚后,车子房子都要操劳,怎么可能像高中生一样,天天无所事事就想着恋爱,老夫老妻,怎么可能会有新鲜感,我那时候也是见,怎么都舍不得, 尤其是看到苏文婉在我面前哭得梨花待雨,又是写小作文表露回忆,表示不会再犯,又是说我平时对她怎样怎样,她才会出轨, 加上周围亲戚都在劝尽量别离婚,我最后还是原谅了,然后苏文婉消停了一年,结果她又又又出轨了,这一次她做得更隐秘了, 还是我一个特别爱玩的铁哥们张子诚告诉我实情的,兄弟,我是真把你当兄弟,才实话告诉你的, 你老婆现在是外网特别火的一个福利机了,像我们这种小众圈子,基本上都有她的视频流传,平台长得帅的男的,都和她有关系,都说她是白天人, 七,晚上反差,张子诚和我从小玩到大,她长得帅,大学起就到处勾搭女生,和我不同,她是个不婚主义者, 打算一直玩到老,当她把视频发给我看的时候,我三观列了一地,怎么都不信视频里的女人是我老婆, 在视频里,三四个身材健硕的男人,把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围在中间,视频得有一个多小时,里面的内容能让人浴血喷张, 听着女主角夸张的叫声,我第一反应是不敢置信,这是苏文婉, 这是那个当初听黄段子还脸红的女生,你怎么能肯定这是她?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,自己的枕边人居然是这样的人, 仔细想想,这一年来,确实没什么夫妻生活,原因为是当初那一次大吵架造成的隔阂,或者是工作的忙碌,导致我们无心做这种事情, 现在看来,有可能我头顶已经一片清津草原了,张子诚给出的回答,让我无法信服,他说他有个朋友,长得很帅,认识我老婆,但我老婆不认识他,后来他张子诚朋友进卷了,一个老手带着他玩,叫出来的第一个女人,就是苏文婉, 他们还说,苏文婉白天看着端庄清纯的,晚上就是另一副模样了,只要长得好看,谁都能玩他,而且基本上随叫随到,知道小圈子里给他取的外号叫什么吗? 反差女王,什么白天人,七,晚上人齐,张子诚说着说着,看我脸色差到了几点,就不再提这事了,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,又说道,当初就劝你果断一点离婚,你偏不听,我比你更了解女人,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,哪怕他多么声泪俱下地求你原谅,多么诚恳地保证再也不会了,但只要你原谅他,那他就一定会有下一次,而且下一次他一定会更加隐秘,更加注意不让你发现, 有那么一瞬间,我差点崩溃了,还好手边有酒,喝多了之后,我感觉脑子里的咸就松掉了,整个人也没有那么痛苦,同时,我也没办法接受这种现实,回想苏文婉平时在我身边清纯温柔的模样,再看看视频里的女人, 我实在没办法相信这是同一个人,嘴上不停地念叨着一定是认错了,毕竟视频里,女主角一直没有露全脸,所以我能够以此为借口逃避现实,张子诚叹了口气,拍了拍我的肩膀,他估计也是喝多了,有些恨铁不成钢,稚气地说道, 他随随便便便就能把苏文婉给约出来,还问我是不是亲眼看到苏文婉进酒店才死心,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,酒后喝多了就容易上头,张子诚一说,我就硬下了,我说我不信,说不可能,这种是百分百不可能发生, 让他尽管去世,张子诚点头说行,说是为了让我看清楚,那个女人不值得,她非得一巴掌扇疼我不可,之后我就喝断片了,张子诚扛着我去酒店对付了一晚,第二天一早,他就给我摇醒,说已经把苏文婉约到了,我宿醉刚醒,头疼欲裂,整个人都是猛地,花了十分钟回忆了一下昨晚的事情, 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,张子诚怕我又不信,给我看聊天记录,我从头看到尾,整个人都妈了,一开始,张子诚就很直接,说喜欢嫂子很久了,他跟我老婆是认识的,然后苏文婉还是比较正常的拒绝,然后还正气凛然地说,这样对得起我吗什么的,然后张子诚直接给我发了昨晚给我看的视频,说他一想加入,后面的聊天 今天就变得不正常了,苏文婉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,从暧昧的暗示,到直接问勾引兄弟的老婆刺激嘛,是不是想上我,以后你还可以帮我打掩护,直至末尾,苏文婉和他约好了时间,说是要一起去酒店疯狂刺激一夜,看完聊天记录后,我打开自己的手机,苏文婉的消息弹出来, 他说今晚要加班,就暂时不回来了,他在公司休息,这一刻,我彻底死心了,张子诚说,一定要离婚,但不能这么离,否则会让苏文婉分走不少家产,得留下出轨的证据,最好是拍个视频什么的,或者有个人证,到时候能在法庭上占优势,我知道,这是推翻机会了,你心里肯定也隔影。 但我是真心为你好,这婚你要就这么离了,这么多年,心血的没一大半,你平时泪成狗的样子,我也清楚。 放心,我也不想给你心里留疙瘩,也不想坏我哥俩的感情,所以这是我不掺和,到时候我帮你去问问,或者在他出轨后,我帮忙去联系一下他出轨的那男的,看看能不能要个视频什么的。 张子诚正说着,我直接打断了他,表示我心里已经完全放下了,我俩夸二十年的兄弟感情了,张子诚如果真缠苏文婉的身子,完全可以背着我去和苏文婉发生些什么。 但他知道苏文婉背着我干的龌龊事后,第一时间不是去威胁我老婆,也不是加入那些人,而是选择直接告诉我真相,让我早点离婚,及时止损。 说实话,这些事我都是分得清的,与其把苏文婉便宜了别人,还不如便宜了自己兄弟,喝了一晚上的酒之后,虽然我心里还是有些难受,但至少不像上次那样,犯傻舍不得苏文婉了。 这一次我离婚的想法异常坚定,并且我脑海中很快就有了计划,事情绝不能像上次那样重演。 这一次,我要站在舆论的上风口,狠狠地报复苏文婉。 实施计划得需要张子诚的帮助,他听完我的计划后,震惊地瞪大了眼,说道,你心里放下女人了之后,脑子灵光多了啊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由爱生恨吗? 这么狠的计划,亏你想得出来。 确实,也许我早就开始恨苏文婉了,这一年多的时间,我过得很痛苦,又要小心翼翼不提他出轨的事情,又要像以前一样对他,还要灌着他的各种小脾气,包容他,试图去修复感情。 结果,最后得知他背着我仁惊可服,那种羞辱,那种愤怒,那种痛苦,真的很难用文字形容出来,下定决心后。 我和张紫诚当即就开始实施计划,我们先是在酒店蓄了房费,然后张紫诚发消息,约苏文婉来酒店,而我躲在衣柜里,负责偷偷录像。 等待了一段时间后,苏文婉按时来赴约,为了方便我拍摄,张紫诚故意提前准备了眼罩之类的小道具,成熟风鱼的苏文婉和张紫诚开胃菜缠绵了一段时间后,戴上了眼罩和道具,脱下了外衣。 我能听到张紫诚咽口水的声音,苏文婉的身材不用多说,一直保养得很好,前凸后翘,风鱼诱人,比明星还好看,我当然知道他的魅力,只要是男人对他都会有想法,很快,我就在柜子里拍摄苏文婉和张紫诚行云步语,一段时间后,他去浴室洗澡,而我也趁这功夫离开了酒店房间。 当然,我的计划不仅仅是拍视频而已,离开了酒店之后,我直接回家,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 第二天,我跟公司请了一个月的长假,然后我提着一些保健品去看望丈母娘,然后和老丈人聊聊天,下下棋,喝个酒,晚上还留下帮忙做菜,联络一下感情。 这一个月,我也不工作,但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当当的,上午去拜访老丈人,中午请苏文婉的闺蜜和朋友一起吃饭,给他介绍男朋友。 晚上跟苏文婉做一桌爱心晚餐,并且拍照发朋友圈,不出半个月,苏文婉就有些疑惑,他开玩笑说,他身边的人都渐渐开始说我的好话, 这时候,我依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,忍着心里的恶心,假装十分自豪地说,当然是因为你找了一个好老公,大家才会夸,苏文婉也没有多想,他每天进行时间管理,瞒着不被我发现,就已经很辛苦了。 哪有精力关心这些?总之,这一整个月,我把苏文婉身边的所有明面上的亲朋好友的好感度,全都给刷满了,就算以前在陌生的人,现在都对我有些好感,等到时机差不多了之后,我就开始准备实施下一步的计划了。 我注册了一个小号,把苏文婉出轨的视频,给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发了一遍,包括老丈人和丈母娘,没过几分钟,小号的聊天页面就变成求酒驾,所有人要么再询问我是谁,要么再问这视频是怎么回事。 当然,视频我提前经过了处理,把张子诚出镜的画面给删减掉了,并且给酒店环境打了个马赛克。 现在,是时候该爆雷了,靠着张子诚给我提供的苏文婉和别人的聊天截图,我再一次提出了离婚,仿佛是历史重演,苏文婉再一次声泪俱下地求我原谅,并且一边哭一边说,就是因为我这一年多以来我冷暴力他,因为上次的事情冷落他,他才会出轨的,总之各种巴拉巴拉的一堆借口。 但这一次,没人帮枪了,苏文婉惊讶又愤怒,甚至还觉得委屈,而我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模样,只觉得恶心,他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。 我身边的亲戚也没人再劝我原谅,所有人口风一致,虽然不会在明面上说,但私下都觉得苏文婉作风败坏,很快我就开始着手准备离婚。 速度干脆又果决,不像上次那样,反复纠结,又心痛又舍不得,我甚至提前准备好了律师,打算尽快做一个财产分割,苏文婉看着我雷厉风行的样子,说感觉我变了一个人,就像是一个陌生人,随后他像是抓到了把柄。 说这一切都是我提前准备好的,就是因为我早就想和他离婚,才会导致他无法忍受这种生活,进而出轨,我懒得和他争辩,周围但凡智商正常的人。 也不会认同他所说的话,只会去劝他这事就算了,好聚好散,但还没等我高兴,律师就告诉了我一个不幸的消息,偷拍的视频不能作为证据。 同样,在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苏文婉的小视频都没有露脸,所以也不能证明和我老婆是同一个人,在所有人都知道苏文婉出轨,私生活混乱的情况下。 我却没办法向法官证明,这就很尴尬,这个消息根本瞒不住离婚这种事,双方都会咨询律师。 苏文婉大概也是从他雇来的律师口中,得知艾未这件事顿时硬气了起来,他先是来我家,跟我反复闹,说这个家本来就有他一份辛辛苦苦操持这么多年,说我不仅窥探他隐私,还不尊重他人格,甚至反过来要求我净身出户。 我被他的话给气笑了,以前觉得他傻傻的很可爱,现在却觉得这个女人就是纯粹的傻十三,自私又短视,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。 亏你说的出口,自从结婚,你就没有自己做过家务。 怎么,花我的钱清宝洁,就等于你做了家务吗? 哦对,说起前,你每个月的化妆品,包包,衣服,所有的花销,都是我在外面累死累活挣来的。 你一个月四千块钱的工资,一个包就没了,你好意思说为这个家做了贡献。 当我把这些话说出来之后,顿时觉得神经气爽,苏文婉估计气炸了,口不择言道,你把我当什么了? 怎么,我的青春就该被随便耽搁吗? 我每天陪笑还陪睡,合着我不累吗? 你知不知道,为了你我拒绝了多少想和我结婚的人,他们个个都比你有钱,每一个都比你混得要好。 你自己送的东西,怎么好意思跟我说这种话? 我真是瞎了眼了,怎么就嫁了你这么个抠门的? 这些话就没一句三观正常的,我被气得吵不下去了。 但苏文婉依旧不依不饶,好像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,一直都委屈她了,你要不要拿个镜子照一照? 街上随便一个男的都比你长得好看,我天天和你在一起,什么时候说过一句嫌弃你的话? 你一天到晚和那些狐朋狗友鬼混,动不动就给我白脸色,还偷看我的手机,偷看我的聊天记录,你怎么好意思怪我出轨? 你问问,哪个女的受得了你这种人?要不是,看在以前的感情分上,我早就跟你离了。 现在倒好,你还跟我提离婚? 眼看苏文婉,还有继续说下去的趋势,我直接就给她爸妈打电话,让他们来把人接走。 她爸妈三观还是比较正常的,知道这时是她们女儿不对,过来了之后,先是私下给我道了个歉,然后就连拖带拽把苏文婉带走了。 明明家庭环境正常,上的又是同样的学校,苏文婉最后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人呢? 我一时间又开始怀疑自己,觉得是不是自己以前做错了什么。 好在后来和张子诚聊天的时候,她及时点醒我,她说道,就是你把她给宠坏了。 你要是一只无条件地宠溺别人,别人就会把你的好当作理所当然,慢慢地就变成了你的寄生虫,一边鄙视你,一边吸你的血。 不过,说到底,还是个人道德的问题,说一千到一万,怎么也怪不到你头上。 老丈人他们把苏文婉带走后,我约张子诚一起去喝酒,说了下心里的烦心事,他开导了一番后,我心里好受多了。 不过,之后还得麻烦你,因为律师说,之前的视频都不能重做证据,我手上还没有能证明苏文婉出轨的视频,所以需要你再去找苏文婉。 而且,这一次视频不能打码或者后期处理,你有可能会作为证人出庭,到时候,压力就会到你这边了。 说这些的时候,我心里清楚,这是其实是张子诚吃亏的,他身边的女人要多少有多少,没必要为了睡苏文婉承受这么大的压力。 等到这是在法庭上曝光,他肯定是要担上一个肩膚的名声的,而且还勾搭兄弟的老婆,以后周围人怎么看他可想而知,但张子诚一摆手,勾住我的肩膀,语气轻松地说道, 嗨! 苏文婉那身材那样貌,真的没话说,嗨嗨,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我的意思是说,我也不吃亏,而且是我要去睡你老婆,你别一副欠了我的样子。 开心点,你马上就要恢复快乐的单身生活了。 到时候,我将一百个美女给你办单身派对。 我抢笑了一下,和张子诚碰杯一起喝到了深夜,等到第二天宿醉后醒来,我们就开始筹备收集证据的事情。 我先是采购了一些监控设备,装在家里的各个隐秘的角落,然后跟所有人说,我要出差一个星期,离婚的事情等我出差回来了之后谈。 张子诚收到我的消息后,又继续去勾打苏文婉,他还不知道泄露视频的事情是张子诚干的。 在聊天的时候,他跟张子诚说这几天不方便,但张子诚哪能就这么放弃,又是言语勾打,又是发私照,还配上腹肌照什么的,怎么聊怎么来。 不得不承认张子诚很会撩妹,在这种情况下,他都能把苏文婉给约出来,让他将律师的叮嘱抛之脑后,他聘请的律师肯定叮嘱过这段时间不要出轨的事情,张子诚故意把地点定在我家。 并且说这样,更刺激,苏文婉知道我的电子索密码,可能是出于报复心理,他答应了张子诚。 并且真把张子诚带进了门,我看着监控,苏文婉急尽骚荡之能,从客厅到卧室,再从卧室到阳台,似乎这样满足了他扭曲的心理癖好,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之后,我提前出差回来了。 并且假装十分惊讶地发现了监控录下的出轨视频,因为在加装监控属于合法的,虽然不能作为定罪的直接证据,但搭配张子诚出席作证,苏文婉出轨的事实已经板上钉钉了。 在法庭上,张子诚说因为内心愧疚,所以选择坦白,并且愿意出庭作证,换取我的原谅,但实际上,这都是我俩提前对好的台词。 最终,法院判决离婚,苏文婉一分钱都没有分到,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对家庭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财产贡献,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确实没有承担过相应的义务与劳动,而且还是婚内过错方,态度十分恶劣,这一次失败的婚姻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。 如果你的枕边人对出轨的人表示同情,并且说他们情有可原,那你就应该小心了,因为,在他们眼里,他们之所出轨,一定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, 而是因为你曾经怎样怎样对他,导致他不得已而为之,受害者是他而不是你,女人是不会轻易承认错误的,即便他表面上会道歉,但是他内心永远是会把出轨的责任怪罪在别人的头上。